謝謝 因為在中國這邊經商 經商很久之後對中國這邊的情況蠻了解的 蠻了解之後發覺也很失望 跟當初民主長在中國這邊 上辦學校辦得非常好之後 那就被有人有心的事 就想辦法幫你吃掉 很傷心的離開是一樣的 那回到台灣之後 對台灣未來的看法 就另外有一番的一個想法 怎麼樣能夠讓台灣 能夠更好 我愛台灣 你有愛台灣嗎 這個東西 我愛台灣 其實 搞笑說 很多事情他說的跟做的是兩回事 很多人問我 如果你們這麼沒空 台北就跟我說 我在中國 我在中國就開始做所謂的民主群 傳播真相 民主群 對 我在微信那裡 我在大陸算是有名的 為什麼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為什麼有名 因為我在中國 民主群要傳播所謂的世界的真相 為你啊 剛好之前八年 所以我不是什麼失敗回來 我是因為共產要抓我 因為他已經 我一開始是說傳播真相 你都講真相 我是傳播真相 其實還沒有什麼問題 啊 這個後面越講越越越欠 你知道嗎 我就會講說 所有的根源都是你共產黨嘛 對不對 你體制如果沒有說什麼都是沒用啦 好了你之前來了一個 胡錦濤 相對開明一點 中國就起來了嘛對不對 那兩回頭你們誰叫你們就找一個 習近平我叫他習大傻嘛 我在個群就叫他習大傻嗎 習大傻 我不是說你的傻子風險 這個是我創出來的名詞 在中國的風險 有制度風險 有那個行業風險 最重要是傻子風險 難怪他要抓你 因為你不知道習近平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欸 我們來講你說封城啊 很簡單 大家在封城啊 這封城要給經濟留下活路啊 對不對 最快封城為什麼我上來封城 一封城我就回來啦 我沒求啦 現在我沒求啦 你可以把公共港俄封起來對不對 合理嘛 合理 疫情可以嘛 你可以把小區封起來 有一點過分的但是他封了 你港口才好嗎 他是把上來那個港都封掉了耶 那等於經濟活水就斷了 你幾千條船那邊出口的貨進口的話 全部卡在那裡 所以整個中國那個時候 經濟錢虧錢急速冷凍你知道 他三月多三月二十四號封城 我四月六號就沒有了 不能我是回不來啦 那你有眼見 你知道封下去大概都差不多了 你有眼見趕快傳電話有眼見 我不光是有眼見 我還有朋友 中國的朋友 因為我在中國喝過很多市場啊 我被封了三百個群啊 封了很多號 然後喝過很多所謂的喝茶就是約談啊 我已經無數次 我最後跟國法變成好朋友你知道 你告訴我喔 廖先生 你可能要緊湊喔 我是怎樣 現在上來的下來的那個 公文每一個公文都有你了 我三道可能要抓你了 每個公文都有你的名子 那現在告訴我 現在我不是回來就開始做自媒體嗎 我在各大節目接受訪問 我們都公信聽的問題 對啊 我中國的群有一千多個人 全部被喝茶一次 你現在喝第二次囉 約談喔 一千多個喔 那你有關係呢 通通幾個喝茶 跟我比較親密一點 比較來往的 吵到一到早 背鍋敲你的門 十個警察來 十個喔 進去就把他壓制住 然後把你所有的 點號啦 iPad 手機啊 你什麼手機啊 你什麼手機啊 還有什麼保險箱全部打開 全部搜索 說我們啦 他說我是台獨啦 為什麼啦 你怎麼支出台獨呢 他說我不是台獨啊 你不知道 我沒有台獨 你為什麼要抓我 我是不是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該走了啦 賴清嘴公喔 我是台獨工作者 我本來就是 我們也是 我們比較大聲而已 這是我的理念 這是台灣人的力量 這是我的改變嘛 我不能改變 我到底中國 我這裡高壓環境之下 我的力量也沒有改變過了 只是我們以前生意沒有那麼大 不敢那麼大聲講話 回來了我就什麼都不怕 他說我上那麼多節目 每個人都問我 你怎麼不怕 我在台獨都不怕 我回來了又怕什麼 但是現在就是他用我的台灣 中國的朋友來威脅我 我說給你感動一下 我一千個 一千多個群友 很多人都嚴問我說 我台獨的什麼 我沒有名字 是塔三 塔三之孫 塔三 那個什麼 YouTuber塔三之孫 幫我訂閱一下 塔三之孫 你都跟我說 塔三先生 你不要北他府了 不要因為我們 你就不敢講話 中國人很多很那個人 我們很多覺得說 中國龍峰 誰鬧誰跟龍峰 那叫粉紅 我跟妳講 你們看到這種粉紅 不要理他 那是社會最底層的 那是這種誰鬧誰跟龍峰 但是中國真正比較高階的人 他是看得懂的 所以這件不是 有個新聞不是講嗎 這兩件新聞嗎 日本66%高階的人才是中國人 有 有 沒有 因為日本他的出色率實在太低了 他都不引進一些人才 但是我講這個是幹嘛 你中國不是說你今天經濟好不好 最好的問題 是你有無數人才 中國人常講一句話 這個新的最新的科技 美國最新科技打我們 那中國人發明的 對啊 中國人到美國 四股嘛 發明了好的武器 他們拿東西 然後再來對付你中國 為什麼你的人才你老得了 你不是很厲害 你說你什麼 要護清中國 什麼大中國的榮光 所以說我跟妳講 聰明人看得懂 我所認識中國的聰明人 就是有比較高階人士 基本上都跑了 不跑的話錢也都跑出來了 所以我跟妳講 我國外的節目不是講嗎 只是妳的窮人在愛國啊 中國啊 確實如此 為什麼窮人在愛國啊 因為他只有當一的資訊男人 你看看新聞聯播而已 對 對 那一些一般人他會去翻牆 會翻牆 在中國就不容易啦 他願意翻牆 來看外面的世界 那就不容易啦 所以這樣的人 就比較了解這個世界了 大家請教 他們回到台灣 我們現在幾個月了 現在 剛好 十個月 十個月嘛 十個月 你有聽過我們台灣名字嗎 很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各位 說真的 這位先生他聯絡我的時候 我來去Google看一下 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妳們多少聲量 我忘記 為什麼 在網路上 年輕人 他一定是開網路的 看的時候都負面 都負面 你很好看 我這麼大 我昨天 我昨天來做一集節目 昨天 剛才做一集節目 四個小時之前才PO出來 我剛看到 做我們的節目 我就是 手機當然妳看就知道 因為我看了一下 妳們大概有一些東西嘛 雖然說庫面聲量很高 人問我這個力量 跟我說 他跟我是 我是本省人嘛 當然 我的態度很簡單嘛 你們最打動我這句話就是 日暑美戰 喔喔 兩日暑美戰的發言 這是我 這是我 內心真正最深處 最希望的一件事情 不然我們大陸跟共產黨在那邊幹嘛 跟他們在那邊對看看什麼 我跟廖長在報告 日暑美戰這四年 發言過 在這個三個公報 美國和中國 在建構的時候 有三個公報 三個公報 來講 中國反對 兩個中國 反對 一中一台 反對 這個一國一虎 喔 啊 共產黨都沒有說到 反對日暑美戰 哈哈 我們就是這樣 瞎晃中 殺出一條血路 那 你現在等到台灣這邊齁 我們來看看 台灣現在目前都是藍綠嘛 藍綠兩黨在惡鬥嘛 藍綠惡鬥 啊這個 對這個 藍綠這邊的 惡鬥你有什麼看過 就來講 你來講 說來這樣 藍綠惡鬥這個問題 我相信我沒有解 他已經無解 因為他已經深入骨髓了 所以 這個配置深入骨髓了 對 我相信藍綠就惡鬥 藍綠惡鬥 藍綠惡鬥深入骨髓 今天我 我一個 一個觀眾 告訴我 私信告訴我 說他在餐廳吃飯 結果兩個人在吃飯 看來看來是外三個代 你們說什麼 你們說 如果 中共來打台灣齁 他們會幫中共 會拿槍打台灣人 啊 啊 我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我怕一下 還有很多人這樣說 如果 如果兩岸開戰 日本如果來幫忙 這些所謂的外選軍官 會拿槍打日本 我們要知道這個現實是存在的齁 這個現實是存在的齁 不用太驚訝 他們這些也會 因為他們會 這管 這管 國主認同真的很難改變 所以我不要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好不容易脫離那個 中國那個糞坑 為什麼還那麼想念他 他們不是只有蛆蟲 在那裡還在上面糞坑嗎 這 他們兩個人很奇怪喔 千辛萬苦 有跑到美國 他們也是這樣啊 他想說是美國的 福利 但是他們也好像唱紅歌啊 他們的 他們的 主父輩都是去給中藏黨 換出來的 就是這樣啊 台北四斤走的 我告訴你 那是什麼 那是投降基因 有一種基因叫做投降 遇到打仗就投降 那就是他們的伯父 很怕中國 欸 為什麼很怕中國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不怕 我在中國我都敢給他幹 那是他們不怕 你看他們所謂的終極軍官喔 我有終極軍官的族群喔 他們整天都在說什麼 那種很厲害 他們也很厲害 我們打不過他們 他們都打不過他們 他們都打不過我們就投降 我沒面子 我講的每一句話都是事實 無怪軍改舊 你 阿党後 常敗軍啊 怕書招你啊 我就問你啊 他那時候就這樣化江而事啊 對 長江啊 然後直通行不前面臉被跟你打 是因為你的部隊大量的投降嘛 你軍官都在投降嘛 是吧 所以說 這是不一樣的族群 我常常講喔 你不要說我們是什麼 什麼中國人啦 不要說中國人 因為那是不一樣的族群 那是你本通的過 我們是一個 什麼什麼樣的族群 但是只有羞恥心的族群 我們是反共自行的族群 我們是不打倒別人的族群 那是南倒一族的啊 但是 但是 中國人跟他不一樣 我昨天的節目才講嘛 對 我們小孩 我們台灣人是小孩 小孩沒有跟他玩過 我們都打小孩 打小孩 中國人不一樣 就說你小孩跟他玩過 就把中國人放過 這是不同的族群 因為文明的程度不一樣 我們被拿槍教育過 所以日本的文明他是用很 用高壓手段來強烹的文明 中國是沒有經歷過這一段 因為幾千年來都是流氓輪流執政 臣王敗寇 皇帝上來你都是如你 有這麼一個國家號稱五千年的歷史 結果歷史上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所謂的民主思想 這個事實上沒有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說五千年 結果民主思想從來沒有呈現過 都是這家流氓打我們家流氓 大贏了我很奉陪 我贏了你們還是我的努力 這樣的社會銀行說 他說那是他的祖國 我不是說我前面的祖國 你的祖先重新帶給你榮光過嗎 你祖國人祖先感到的帶給你榮光 只是把這個奴隸的身份傳給你而已 很光榮耶 哪裡給我自由 哪裡給我民主 哪裡給我公民權 哪裡給我做的水源 他就是我的祖國 我一直這樣講 我經常這樣講 中國人到現在不是叫公民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這個是 中國人身份證是居民身份證耶 你告訴我 世間共有這種事情 有人把名目張彈的說 我的國民都是居民而已都不是公民啊 所以他沒有給你任何公民權啊 這個房子我給你買買70年了 那房子還買的不是我的呢 70年 你沒有任何權利啊 沒有人救了就對了 70年了你來還給你了 不會 共產黨也沒有人救了 可能70年了不知道耶 我的意思就是說 居然有一個國家敢明目張彈告訴我的人民 你不是公民 那你還去那一人喔 沒有人起來反抗 我們這個外人來幫他們傳播一些觀念 還被他們舉報 舉報上這個就是 但是我剛剛跟這位先生講說什麼叫做意義人士啦 我們我所謂的民主群就是意義人士最多 就是所謂中國的意義人士啦 他就這麼像這種人啦 我經歷過兩次嘛 台灣的早期的義人士嘛 因為中國的義人士我經歷過這兩次嘛 台灣的產業轉型 我才去中國的嘛 現在中國還在產業轉型啊 我回來了 所以我都是經歷過兩次 我沒找啦 我10歲而已 還是我小年 還是我小年 經歷的東西可能離開人還要多啦 因為中國是一個很精采的社會啦 就是說他那個 你每天要發生什麼事 你可能很難想像嘛 你沒有辦法去預測他要發生什麼 政府要找你麻煩 工人也要找你麻煩 他他們的關係很怪 我們台灣的工人齁 他也這位老闆齁 他也不尊重 對 他也不尊重 但我永遠都想要給你 給你老闆齁 我給你沖湯就對了 因為他們所謂的剝削 他感覺在日本人家是剝削嘛 他的教育就是這樣嘛 對立的啦 他永遠就沒有辦法 有一個齁 勞 勞 勞是和諧 勞是和諧 永遠就沒有 你不能我和諧社會嘛 所以你在中國 國安庭這樣萬港三千多的 大家都要去做隊 那是可能做隊就跟多家 應該是跟幹部做隊啦 那個時候當然很多工廠 台灣活不下去 他企業尋求延續生命嘛 這跟資底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說 台兄在台灣被人家看到你去資底啦 去台北還沒看到你來剝削嗎 兩面不是人 兩面不是人 但是 但是中國是這樣 他們是怎樣 他們是這樣 看你不是人 他又拿你沒辦法 當然 當然 那時候台商是一個很特殊的族群 因為經濟是絕對強勢嘛 在我們那個時代 我其實也行兩百塊的時候嘛 所以你說我們那個時候台灣也是有一個 絕對的強勢跟優越的一個身份 但是後面慢慢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沒有資格做內銷 你知道嗎 台商五十多台銷 台商只能做愛銷 來後加工生來一股 所以說我們利用他們廉價的功能 他利用你資金跟技術 跟你的國外海外關係 共同幫他們創外匯 所以只要怎麼說 中國的這些年來的繁榮 台商真的基本上沾不到邊啦 因為你不是人家做內銷 要人家做內銷的人 就像遠東那些人 他們這塊的人就是說 他們這個叫什麼 他們是跟本地人賺本地人的錢 跟本地人去搶利益的 那些一定要舔工舔得很厲害 那不然的話 隨時你就找你麻煩 我們不一樣我們做外銷 外銷跌來毛三道四嘛 你知道嗎 毛利百分之三再百分之四嘛 這款的喔 他就紅豆在外責啦 他就太獨棟也外責啦 他也不會這樣做啦 所以我們這種做外銷傳統產業 跟他弄真的不太敢動我的 而且不值得動 要不然我沒有你們那個有錢啊 他動你沒用啊 你們這些台商是要外銷的是創會給他的啊 對啊 生雞蛋的金雞母啊 對啊 所以說很多說 你這道遠沒有受到什麼 什麼傷害 說實在的啊 他還傷害不到我啦 我是是我去傷害他啦 那我就看他就不算他了 很多人問我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家裡的人是這樣 我家裡對我很不諒解啊 你說啊你不怕弄你了嗎 說我怕要不怕 很多路都是越走越那個嘛 我剛剛講的嘛 一步一步陷進去的嘛 一開始只是傳播真相 啊根本就是傳播真相我啊咧 根本就是在你體制嘛 所以我們就開始罵 不要說罵習近平啊 就要講他們的 是那個他們政治的問題嘛 啊那他就要動你了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受不了了 所以很多事情 那也不是我們要做英雄啦 我的人生也沒有要做英雄這種概念啦 這也是人生的記憶啦 要出貨就出貨就出貨了 像你說 像廖先生 你在中國 這個共產 那麼嚴重的小孩 那麼殘酷的社會 你有沒有這個影響 我實在很費用 那台灣人齁 你不小心 我們台灣人都要想 喔 廖金章先生這塊錢 有幾個就好了 台灣可能名字就改變了呢 我們現在會比台灣好好的發揮 對啊 好好的表態 總之太以外的禮物啦 讓我們的禮物啦 我們讓大家 讓大家讓大家 讓大家讓大家讓大家 讓大家讓大家 讓大家 你們看 我沒台人在台詞啦 因為我是被通知第一名 我沒有台人放在這裡 最近他們找我的群友啦 那裡在找什麼 這個廖金章有跟他人情嗎 有跟他人情嗎 他自己在對話 他從經濟上給我找問題 麻煩了 因為他說 啊這個人是台詞 什麼的好好的,為什麼回台灣變台獨啦 我會說,我本來就台獨,我沒跟你說而已 所以就是說,他們就開始在人格上要毀滅你 你就是欠人錢,結果朝鮮,怎麼沒欠人錢,找不到證據 再來就是說,你就是齁,他在台獨生意做不好啦 就是失敗者啦,你不要跟台灣做台獨啦 失敗者跟台灣做台獨教的變成功者嘛 做台獨讓我看教育那樣談的 所以就是這樣啦,這是不同的概念啦 因為當你一個人活在一種溫飽階段啦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理想 對,對,對 不然人是有情懷的啊,人是有理想的啊 他想我啦,你想我看你看,你做事沒看見,你是誰做事 反正我還不能再進去中國啦 關你比一年是,我不想他會把我抓起來 還是會在香港就把我遣送回來啦 因為我做得比運動師都在香港被遣送回來啦 應該是一人留在那裡啦 也就是說我,我雖然一個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齁 我未知還在那裡,也是有遺憾的 因為我畢竟很多朋友在那裡嘛 我們對那邊還是有一些感情啊 可是我們的感情是說,對人的感情 那真的是一個叫大好和善 我發現新疆我真的,我也坐一台車開喔 開七八六小時,沒有看到一個 一大片一大片的棉花田耶 新疆我們大概六十倍耶 新疆是我們台灣六十倍大 人口跟我們一樣兩千多萬,兩千三百多萬 你是說那種,我不在跟我們評語說什麼 你這塊土地如果讓民主國家的統治 我保證你三年就被你世界強國 物產太豐富了啦,什麼都無啦 新疆梅包做棉啊 那就是他們的棉花,他們為什麼有棉花廠 在暗日上天太陽還沒下山啊 所以他們日照的時間長嘛 所以他們是棉花廠的纖維長 變長纖維的鮮,棉花啦 你現在新疆棉花比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 它有那特殊的地位嘛 他們很厲害耶 新疆那個沙漠都是鹽檢地耶 那麵很鹹耶,鹽,鹽啊 那有鹽喔 沙漠都是鹽檢地 我也是去就知道了 但是他們也可能把 弄成這麼大片的棉花地 我覺得種小麥,小麥育米的都不種嘛 也就是說雖然,雖然是一樣這樣的一個地方 這中國是個小說而已 這個土地如果害民主,實在是 美國跟他們不能比喔 我跟各位講喔,如果他真的走民主政治 超越美國是會很快 所以很可笑,他的土地安很好,但是政治的制度不一樣 所以各國民國派 台灣民政府的概念,我直接歡迎就算了 你這樣做的話,基本上台獨跟中華民國派都在顛覆 所以一定誰上台誰都要打烊 如果這樣說,台灣民政府,任何一個人上台都要打烊 但是這時候,他們可能誤解 不是,不是,我這樣講,這是根本來 我沒有,這本來就,本來你就說了嘛 他民政府是扯罰的,所以這是流亡政權而已 流亡政權啦,你做法後,你去把他當男 我就說,你跟他敵對是必然的啦 我跟你講,可能你不需要閃躲 你閃躲不好,他絕對誰都把你當作敵人 所以,如果蔡英文也認上,你會被判斷 蔡英文交通應該是比較本土派的 2018年是蔡英文做總統的 是啊,這就簡單的吧 我們自己去行李,請坐 今天要走這條路,政府都不會容許 不是說誰合法,誰不合法的問題 人家是既有既得利益者啊 你不要說,自己有既得利益者 不管是既得利益者啊,我從中做好嗎 所中有啊 當然啦,人類目前為止還是 還是用利益趨勢嘛,利益的趨向嘛 這個很正常啦,但是值極目標嘛 重心就是加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我就想奇怪,為什麼沒有網路聲量 這個是我,因為我剛剛接觸我們這個團體嘛 我看不到網路聲量,因為現在下來怎麼有人在看電視啊 你一定是網路聲量,要爆網路啊 各位不好意思,我們建幾十幾年的團體 這麼大的團體啊,沒有網路聲量啊 我不知道是被打壓還是你們沒有去做我們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做了不夠,有去做 但我告訴你啦,這樣的話,如果沒有年輕人的傳承啊 那看我們這個老闆喔,其實很快就很快就沒有 就發起了,你知道嗎 對 不要再發起了 這是我一直跟宗愛先生講的 講的,一點也沒有要去加強 要去加強網路這一塊 比做什麼都好,效果都好 年輕人不了解你,他怎麼認同你 你把這一套講出去 台灣人,我告訴你,一般他最會認同你啦 對 這種理論是合法,合理合法的嘛 而且合情合理耶 合情合理合法 又合法 但是不見容於當局耶 對,沒有錯 是嗎 但是不見容無所謂啊 我就是要跟你對立啊 因為我們要走我們自己的路嘛 當你網路聲量到一個程度之後 他也打壓不了你的啦 你現在不是這樣,他親在給打壓你就沒有了 但是你讓年輕人 我跟你講,為什麼叫天然獨 母子那一代也叫天然獨啦 母子告訴我爸爸天然獨不是要從中國獨立出來 而是我說中國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 天然獨是這種想法啊 對 對 我們這些人,一開始是小腦肺的人 還就是說 哎呀,我中方還沒說 跟那個人 年輕人還說那個,還跟我無關的啦 對 啊這個理念不就 如果這種天然獨的理念跟我們這種理念 怎麼可能會結合不下來 問題是你剛才說嘛 開發不夠啦 基本上沒有啦 我六十歲我都沒聽過你啦 我都知道 你都去中國 沒有啦,我兩個,我一回我都不是都去中國啦 我這25年,我是兩個月回來一次嘛 台中周要檢討的 台中周 你說台中的,做台中啊 這不是台中的問題 那是全台灣的問題 廣路沒有聲量 這個是我很遺憾的一件事情啦 所以喔,我們來加強網路的聲量 網路聲量 不用花多少錢啦 那不是說 那不是說 什麼 網路聲量你就找幾個人來 來在網上發發帖子 做做一些 很多,當然很多平台啦 要做大、做小的啦 有大、做 資金大就做大嘛 資金小就做小 但是一定有 一定要有這樣的部門出來 另外一塊你切了,財神 美國一做喔 他是很幼路啦 他做什麼,他不是法 他一定會這樣 他會做的華理台灣的路 他要做華理台灣 他要做華理台灣 我先從國會,國會提案啊 是怎麼說 有東西這個 有關有台法案 欸,在美國說 兩黨 零反對這是不可能的內容 都沒有人反對 這零反對這十多 這民主國家是不可能的內容 但是在美國發聲 表情這兩黨歐子 台灣的問題喔 因為台灣是他的醬料都不會嘛 他也 他也說 我們自己要處理 我們自己的家裡 自己的地方去哪裡 好 但是我們這樣說起來 是不是我們台灣民政務 要走他前面 這鞭策比 但是我們現在跟鞭策比 還要給他輸 這個東西他不可能 我講 一個國家 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國家主動 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是 我們要帶他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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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處理大陸是在處理 他家裡的事情 對 還是佔領區 不是那個國家 佔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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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好還沒改過 我們說做真心話 這個問題是 我們要走給錢 對 對 對 結果我們現在 是不是要回美國來幫我們推得走 美國人也很討厭 對不對 美國人也很討厭 沒有啦 我們佔領區 佔領區 我講事情 我比較喜歡講重點 我們要主動出擊 要主動出擊 要主動出擊 對 對 老生常談很多武藝術 我外國就很急性 你知道嗎 很急性 所以我這一輩做事情就是這樣子 我很急性 我覺得 欸 給我這個頂多 欸 共識達到了 往前走 再走 不要再說我這裡 我回來講這裡有武藝術 對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台灣民政 就是政府 你想這麼遠大 不好意思 沒有網路算了 只有我們自己知道而已 欸 我算完全正確 欸 我在中國這傳國這 我不知道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我真的蠻爛爛爛 所以這個是台灣民政府要檢討的 對 因為到我這一代 大概都已經開始在用網路了 你知道嗎 不過 一般 可能比如你一大一點的 不習慣用網路 很正常的 很正常 你說的手機就是 只是用卡丁而已 他也不太會去上網 因為我本身是讀電算系的 所以我會懂這個 其實一般人可能也不太會去注意這個 這很正常 我一個老兄弟 帶我10歲 一下我來溝通 幾年前 跑到大陸公開場 我告訴你 現在有一關 從台灣打到大陸 打電話不要錢的 沒有人這樣 那幾個年 Skype開始測試 我就開始營了 對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因為 因為一般有年紀的人 他會覺得 點到很可怕 還是不一樣 其實那個都是直覺式的東西 現在點到設計 都是直覺式的 你如果穿去 真的沒有人 你去我 所以說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一直忽略這一塊 忽略這一塊 所以 我們做的是很正確的事情 抱歉 好像自己知道 這是我一開始 前幾天 遇到這位先生開始 我就跟他很急 我怎麼來呢 為什麼 網路找不到 連一個正面的消息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我就說 抱歉 我要跟明天見面的時候 我問我兒子 我說 阿台灣民政 我在找我呢 不要我去跟他聊一聊 我如果講正話 你可能會很相信 我兒子說不要去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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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這個是現實喔 各位這是現實的 不定 因為我兒子也不知道 他說往太司王位說 有問題 他說 爸爸你 你既然要推廣 推廣民主價值 你要挑台灣價值 阿萬一如果 兩個定 訂 有貼標籤 你要怎樣 所以我說 我說 你約我的時候 我願意來 我是很豪華 我是豪華 我這個兄姐知道嗎 我爭取了 這群人 很多群友的意見 她都說不要哪個 真的 真的 但是我真的過信 我在大陸打到中夷 講的在黨打仗 我是在怕 所以我就很好奇 因為我大概看到你們跟這些說 欸 這個理念是對的啊 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 這群人看 那是壞人 這群人看 那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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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呃 我們的網路一定要加強 這部 當然是 呃 這部 今天每天 第二天 我就做得好 也是需要你幫我們到 呃 呃 大陸走 我 我是建議各位 不是我喜歡你做 海外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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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壞人 我們這條路 十萬年來走 呃 我們在國際上走得很幸福 包括在美國 本國群的活動都扮在美國比較多 在美國是我們的中央漢國 我們也進入聯合國 中華民國這個負責沒辦法進入聯合國 這個蘋果日報有報 但是因為新聞前我們沒有負責 新聞前有辦法進入聯合國 我本來就是我有人 我就是拿去新聞前 現在有90幾個 90幾個都拿去 拿中華民國的新聞 你說這個 不可以 這是不是 這是我日報有報告 這日報的事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 這很認識 你怎麼感覺 你怎麼不覺得這件衣服的事情 對 很多人不知道 對啊 很多事沒有人知道 我都沒有 很多人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們的媒體不敢給我們 因為我們的媒體 電視也好 多抓了 說到台灣民進府 通通當作沒聽到這樣 沒看到 他網路電視上的媒體 他一定打壓你 報紙他一定打壓你 報紙他一定打壓你 網路他打壓不了 你看 你有YouTuber嗎 你有Twitter嗎 你有Facebook 你有Line嗎 你多找平台人做 你是我來給你打壓 你看到嗎 因為這個 網路他沒看到 這個跟母親在國外 這不是他可以打壓 他可能把整個關掉而已 這個是不可他打壓 他根本無能力的打壓 這是現在自己 他自己在找 我們要來檢討一下 我們要來檢討一下 大家檢討一下 我們要來檢討一下 我們也有本人在LineRuco 這邊參加LineRuco 台會期間的婚姻 我沒有盡力太會了 老兄 你這段時間 如果台灣人知道 誰敢說你是詐騙集團 我說我做真的 我聽到很激動的 我聽到LineRuco 我的群友跟我的兒子跟我講說 你不要去啦 那詐騙集團 以後如果人家跟你貼標説說 你又緊張跟他們就組在一起 你以後 說什麼都沒有公信力了 我就說這樣 這個話有沒有做 做 但是你說我當然 你們做了這麼多事情 果然知道 你如果說我 我是中午不知道 我這個下面也不知道 你是台灣也不知道 所以大家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 我們要檢討一下 自己要檢討一下 我們的商量不足 所以做很多事情 美國人不知道 像這樣 大陸我都不知道 但是 我們這條路 風雲是對 必須長帶我們走這條路 不怕 走到美國都已經密法了 接下來就是 就是說 要如何 讓台灣人政府 所做的努力 可以讓越多人知道 可以 可以 比較去認真一些 越年輕的地方 我們現在跳 年輕的人 需要傳承 我們要一直往下傳承下去 這是真的 我們要愛台灣 要讓台灣越來越好 這條路 一條路 基礎 大陸就林基辛博士 必須長帶我們基礎都打好了 包括在美國的 法律 法律上說打好了 打東了 修法部這邊也都看過 啊 這個 國民的部份 這個台灣政策法 現在通過之後 喔 國王說 如果通過之後 也開始要實施了 在這裡通過一條 補管法 2023年補管法 這個 美國聯邦政策官員來台灣 這裡的開銷會 喔 問題有什麼 通通從AIT補管 這可能都通過了 所以 基礎都做好了 問題就是 現在大家要努力 要繼續 網路商量要緊接 緊接一些少年 快達到目標 但是啊 我們要找更多年輕人 跟我們一起打拼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不過我真的自己覺得 我們台灣人跟中國人 是不一樣的國家 你如果在台灣 待約9年後 會發現那是不同的國度 人民啊 各種 看我們是 爺王子孫 其實我娘說 誰跟你爺王子孫 我可能是吃油的子孫 你知道嗎 你本來就是嗎 那 爺王子孫有光榮 我可能 你們一直想要恢復什麼 什麼什麼中華民國 中國的什麼 什麼功能啊 你當時光榮過 你說你 你的歷史 你當時光榮過 是吧 一直 你說 中國人最常講三國演 他好像每天都在講農略話 你怎麼知道三國演技 三國那個人口剩下1000萬呢 十個十九個呢 結果你的文 你的四大民主歌頌出發東西 你看有人性 你看這種戰爭要死多少人 你的主性何嘗過 因為你沒有民主思想 你沒有無名思想 你都是很陰暗很狹隘的思維 所以為什麼中國是家天下不是公天下 你家好就好了 你家就家沒有關係 所以福建這邊也很多人很多種族 家族式 其實是中華人家天下 這種家天下最好是怎樣 我們家族很強 年輕就是阿平的官家修 台灣人就有張權限度 這都有的 所以我們在台灣未來是要走入一個很高度文明的國家 這是我們要建立的 我換個國民黨統帝的話 我就變成這樣 我們不是要一個很腐朽的文化 因為台灣人有這種基礎 我剛剛講過了 台灣有這個文明的基礎 我們是不打擾別人的文化 我們現在文化真的很可貴 這種休止性的文化很可貴 因為我想小火婦母他們在他們傳承下來 不要這樣走下去 不要去打擾別人 什麼事都跟阿朗自己怎樣 怎樣 很謹慕 阿朗自己怎樣 阿朗自己怎樣 很謹慕 阿朗自己也打擾 阿朗自己也打擾了 我們習得對中共 我不是說什麼台獨不台獨而已 我是覺得台灣是可以建立一個很高尚 很高貴的社會的國家 那是要讓你中共看不到你車尾回來 因為我們的科技是有可能 各位不好意思 各位前輩 你可能不知道 晶片在台灣外國 你只能批評說 晶片很老 我可以講 那叫世界第一沒有第二你知道嗎 沒有第二 沒有第二的 所以是怎樣 美國要保護你 中國 台灣人去中國體系齁 你知道會怎樣嗎 全世界晶片能倒 高科技 你想到的高科技全部都倒 你想不到的啦 不管是連飛機 飛沿 外太空 衛星啊 什麼東西 全洲停 都台灣做的 對 高端晶片都台灣做 七難米以後 都還是電走啊 但是現在做三難米嘛 全世界還可以做三難米什麼 三星啊 三星啊 三星我跟他說他做才好 他就是騙人的嘛 他十幾趴 十幾趴的兩月怎麼會做 他也是做領主的 反正做領主的 你覺得韓國給你冒陰逆差嗎 知道嗎 韓國今天對世界他是冒陰逆差喔 對中國他也沒有冒陰逆差 他他本來是割中國的喔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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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三星的時候 那天我就說了 韓國一定要倒下來 因為三星叫他百分之二十幾趟的GDP嘛 但是去台灣輕鬆超越了 結果美國 美國沒有人 他是不得不保護你呢 他沒有保護他 他自己要保的 張中某啦 趕緊去擺平地下來 趕緊去擺平地下來 趕緊去平路西來台灣的時候 跟張中某面談 張中某說 你美國要投資 投資這個半導體高科技 發那麼多錢 太天真了啦 太天真了啦 這幾個是怎麼用 保護他就好了 你說一個芯片 高階芯片 在台灣做到中 一台 在美國做成本差十幾趟 他說四倍的時候 他是派手講的 派手講的 四倍是張中某他們講出來的 其實了解內部的人就說差十倍啦 所以當時去美國這次沒有做商業運轉啊 那是要幫美國做國防芯片的 對啦 主要是國防芯片的 不然我幫美國把國防芯片都做起來了 你又在把握我啊 這是富利嘛 如果國防芯片都做一個人這樣喊的叫 為什麼他們喊說什麼 美積電喊最大聲 去台話 去台話 你最怕 最怕是鄉民啦 他最怕你跟美國走得太近 當你把美國的科技再往上推的時候 怕的是在香港嘛 所以他自己要把你沒辦法 他就叫你這些 小狗啊 黃紅狗啊 這是最高的小孩啊 叫他家的叫啊 有時候也要點幾點 點幾點問他 知道人聽得很好笑的嘛 像最高中的科技 最高中的晶片在台灣 開來做一個一國人的萬品的 台灣一國月一百三十四萬品 這樣就不會幾點 這個東西都要由管道去發生出去啦 這樣大家知道啦 這很簡單的道理啦 你聽一國你就知道了嘛 你聽一國就知道了嘛 你聽一國就知道了嗎 你聽一國就知道了嗎 但你如果搬那國 你因為我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所有的一切都 都在你的聲量上 在民主國家比什麼那麼重要 比什麼那麼重要 你每一個人要做什麼 要做選總統你沒有聲量 郭台銘這樣叫什麼 你現在王者回歸了對不對 郭台銘這樣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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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我聲量不來 他已經頂不去啦 他聲量不來就頂不去啦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國人人頂不頂啊 所以現代社會民主國家聲量 一定是最重要的 這樣沒有齁 你做的比誰都多 但是居然沒有你知道 只有很危險的 很危險的 好我們謝謝廖長 廖列先生 今天要參加 我們今天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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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臺灣民政府 我們的理念 彼此理念都很接近 今天 我們未來 可以讓我們合作 可以讓我們合作 好我們再掌聲 我們一見 好那我們 就到這邊好不好 我們這一節就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